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极高,对健康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,从我们最初的温饱,到对营养健康的渴求,到对营养健康的追求,早在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食疗本草》、《神龙本草经》,就有《食疗药善》的记载《食疗药善事实》、《羊》、《一转种功效》的结合。 今天,我就给大家介绍,关于过敏性鼻炎的食疗药善,赶快收藏吧! 过敏性鼻炎是耳鼻喉科常见的疾病,它的主要症状是振发性发作的打喷气,鼻痒、鼻塞、流氢梯等,一般在睡醒时或清晨时,打喷梯较为突出。 有些患者在出现严重鼻塞时,会出现交扣呼吸的现象,在中医中鼻塞属于鼻球,它的发病有需时之分,因此在食疗药善中,也要辨证的是食疗乱治。 一,肺气虚型,临床表现,肺气虚型在过敏性鼻炎中发病率极高,患者表现来打喷气,鼻痒,鼻流氢气,鼻塞,食感少气乏力,轻微活动即可气喘吁吁,呼吸急促,说话与生低微,面色淡化,面色疲倦,自汗,怕疯,易感冒,舌袋抬白,脉弱无力,玉瓶风经理周,食材准备, 保鸡15克,防风8克,白竹8克,环珊药15克,红枣5,酱3片,精米60克,做法,先将黄芪,防风,白竹,环珊药,洗净,然后用温水浸泡约30分钟,然后再将生姜,红枣,精米一同放入河中,加入适当的水,一同煮至米烂粥成,可在每月尘起时服用, 能够使那些素体失弱,异患感冒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减少发作次数,癌肾气失型,临床表现,患者经常反复发作的出现,鼻瘤清气,喷气平行发作,必要不适,尤其在早晚时发作叫肾,平时伴有了腰膝三软,心寒之冷,一斤早泻,夜尿平多,蛇质大,排大,脉如若, 葱绒隔阶羊肉粥,食材准备,肉葱绒15克,隔阶12克,金羊肉50克,合团10克,精米50克,盐,葱白三段,浇五片,做吧,鲜酱肉葱绒,隔阶羊肉,合团,精米加水同煮大约一小时,快熟食加入少许盐和葱姜烧煮即可,每日早上服用, 三,风寒半肺型,临床表现,风寒型患者一般在遇到寒冷是诱发,患者常常感到喷气平平,逼流清气,逼三,又可见咳嗽,肩痛,饿风寒,全身酸痛,蛇质淡红,采薄白,麦腹紧,白纸红枣肌肉粥,食材准备,白纸15克,红枣10克,葱白5精,鸡肉60克,将5片,精米 饮食克,香菜6克,做法,煎酱精米,鸡肉,白纸,生姜,红枣虫煮,待蒸熟后加入香菜葱吧,少许盐伤煮即可,四,风热半肺型,临床表现,风韵性患者一般感热,其又发鼻炎的发作,患者硫磺癖,感到头目昏沉,口干舌燥,还薄黄,麦咸树,隔更五美,食材准备, 鲜隔更25克,鲜污煤10克,鲜污干10克,榨汁取100毫升,口服,健康提醒,由于中医药方有独特的适用性,建议您在医生制造下辩证使用,以免给您的健康造成不必要的影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